市民主席,我們先來關心 譚美鳳台報大疫相關消息 因應譚美鳳台來襲 恐怕會帶來恐懶 為了方法,鳳台造成災害 家紀市災害應變中心 今天最悟早期 家紀市長王民會一早早 災害應變中心,早期同作回報 支持個單位家共改變 筆切注意八將客跟報主客的水位 第四個多地區也家共方法 隨時來做好所散的版傳準備 譚美鳳台來襲,恐怕會帶來恐懶 其地區也被列為境界區 為方法,鳳台恐怕會帶來災害 其市政府二十一號上午 緊急遭開應變災害中心 其市長民會一早早早點 應變災害中心遭開更多回報 中央氣象局已經在今天早上 就是二十一號早上六點十五分 譚美颱風嘉義市也是納入警戒 陸上的警戒區域 所以我們市政府就在八點的時候 我們也開設一級開設 所有的應變中心 所有相關人員都進駐到這裡面來 我們做好旁開準備 市長民會表示 譚美鳳台屬於風鎖 有很多的風鎖 也特別有民眾 要拿早做好風鎖準備 要不要外出修身安全 這一次是雨大於風的颱風 我想這對我們來講 又是一個很嚴酷的考驗 我想民會在這裡要呼籲 所有的市民 我們趕快做好防台準備 對尤其在二十一號晚上的時候 大約晚上六點以後 就會有陸陸續續 有因為颱風所帶來的西南氣流 夾帶的超大好雨 對我們嘉義市的影響都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呼籲晚上呢 這時候居民盡量減少外出 尤其依據報告呢 是晚上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八點 我想這一段期間 就是比較超大好雨的時候 我們做好防台的準備 另外為了因 風鎖無鎖起序的民眾 尤其心理 市長民會只是檢查處 隨時降落無鎖精控 民主主委貴市長 百貧市長和割菜市長 共會進行 隨時向農委會和經濟部通報 如果民眾在風鎖期間 除了救完可以利用應應 救電話救助 尤其心理長民間的七彩虹佛島